黃藍擂台打爆他 是時候到人王老殘的連登仔了 前漢女團香港成員莊定恩 早前因發帖向解放軍致敬 而慘祖黃絲圍攻 二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就大方承認我是藍絲 又指他繼父是香港警察 表明支持他 亦支持香港警察 而再次受到黃絲攻擊 而今次莊定恩正正督中了黃絲的死穴 所以更加開足火力掃射 以各種方式侮辱他 但不怕我們藍營這邊支持你 有不少藍絲都支持你為正義發聲 所以今次推上擂台的 就是你們了 人王老殘的連登仔 今次一於打爆連登仔 為莊定恩出一口氣 縱觀黃絲的留言 火力猛是猛 但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 一點創意都沒有 不說還以為是AI打字 這位黃絲是不是瘋了 是不是愛莊定恩愛到接受不到現實 走去老屈人說謊 這位黃絲都是接受現實吧 什麼叫立場先行 這個就是好例子 純粹因為他是藍絲而不喜歡 黃絲的腦真的很難明白 大家說是不是 其實莊定恩從來沒有說過他是黃絲OK 你就是一直FF太多 我才會撐步 施主回頭試我 認清黑暴真相 而藍絲的留言 今次不止高質 還很理性 不是和黃絲互片 而是一針見血地反駁黃絲 和安慰莊定恩 這位藍絲就說得對 為良知殘暴的佼佼者 當然是姓圖那位 還有就是龍門兵室 所以莊定恩真的很有勇氣 大家一定要分享這條片 讓更多人支持他 其實黃絲不圍勞取暖 是不是會凍死街頭呢 他們從來都不願長大 只想留在網絡世界 以為自己是Peter Pan 沒錯 不用怕老殘的黃絲 公開表態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正常人支持你 看來今次不用投票 都知道哪邊會贏 今次我們就改為一人一句留言 支持莊定恩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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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